主料,低筋面粉120克,辅量,水180克,黄油190克,砂糖10克,可可粉15克,鸡蛋13个,低筋面粉160克,可可粉23克,黄油50克,细砂糖240克,鸡蛋23个,黄油35克,细砂糖360克,低筋面粉224克,牛腩240克。 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菠萝皮操作步骤,低筋面粉120克和可可粉5克混合过筛备用,黄油90克,软化后加入白糖10克0混合放在案板上戳膜之云,加入过筛的粉类,翻拌均匀,整形成圆柱体,放冰箱冷冻一个小时,备用,泡浮体操作步骤, 低筋面粉60克和可可粉3克混合过筛的用,黄油50克,水,白糖40克倒入小锅中,用中火煮开,加入过筛的粉类,用手动打蛋器搅拌均匀,搅拌至锅底出现薄膜后关火,然后冷却后分次加入鸡蛋,用手动打蛋器搅拌均匀即可,拌好的面糊装入表花袋,挤在铺有油脂的烤盘里, 将做好的菠萝皮取出,回温后切成薄片,铺到几套的泡芙上,放入预测好的烤箱烘烤,上火200度,下火180度,烤25分钟即可, 它是将操作步骤蛋黄3克加入白糖10克,打至发白,牛奶240克倒入奶锅加热,煮至煤开,将牛奶加入蛋黄中用蛋抽搅拌均匀,加入过筛的低筋面粉24克,搅拌均匀,搅拌成薄面裤后过筛一次,去掉杂质,然后在小火进行加热,搅拌顺滑,稠状,关火后,加入黄油搅拌均匀即可, 搅拌好的卡石打浆冷却后,装入表花袋,挤入烤好的泡芙中即可,烹饭技巧 一,泡芙需要高温烘焙,泡香腰越热到位,二,馅料可以随自己的喜好进行添加 三,泡芙烤好成型后,关火先别急着拿出来,用于温烘的以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